题目部分的话,其实里面大概你只要抓到要领的话,应该就可以马上把那个结果给做出来 可能要注意一下重点,关键的地方,并跟投影片的布景主题 特别重要,布景主题后面关键字就是色彩 色彩是这一个,所以特别注意,布景主题的色彩为office 所以第一个,你要找到布景主题在哪里 特别注意,布景主题基本上它的位置一定是在设计里面 所以以后建议你可以把每一个上面的页面标签点进去,稍微记得布景主题不就在这里 可是问题布景主题,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点开来 你会发现,点开来之后的话,它就是设定布景主题,并不是色彩 所以你点其中一个的话,而且每一个都叫office 这一块,这个其实就是office布景主题 它其实,意思后面多两个字,就是色彩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变更色彩的话 请注意,它的位置不是在这边 而应该是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你点击右边的这个区块 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这叫色彩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无论你将来是不是要考证照 反正至少你要知道功能,它讲的在哪里 这样的话,当然相对你做简报就不会有问题 那色彩部分的话,它要做什么? 就是office,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这么多效果 当然其中以后,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要的office 不过我是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色彩里面的其他的效果也试试看 也就是以后呢,如果你要针对不同的简报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所谓的布景主题的色彩 其实你可以做出比较多样的变化 OK,不要office 这样就OK了 那主要变化在哪里? 你会发现Ctrl-Z Ctrl-Y 你可以看到Ctrl-Z就是复原 Ctrl-Y就是再把它恢复 就是一个是复原,一个是恢复到刚刚那个动作 你会发现主要变化好像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表格有没有,Ctrl-Z 有没有,主要好像颜色变更比较多而已 它好像色彩变更之后的话 主要就是对表格的颜色做变更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OK以后你可以做变化 比如说你想要换个什么呢? 换个中庸 OK,中庸换这个 或者你不喜欢这个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去设定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红紫色 主要好像变化最多的就是 这个表格跟 后面的这个 统计图的颜色做变更 当然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记得按Ctrl-Z就可以了 Ctrl-Z 比如说我做两个 那我就按两下 Ctrl-Z就恢复 OK 好,第一个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集 所以其他效果 请各位自行再设定看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针对什么? 编辑 投影片二 关键字 OK,这个有点像主题 我要去编辑 投影片 第二张投影片 这什么呢? 表格 跟显示格式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是针对表格 那表格 要做哪些设定呢? 第一个表格的样式 变更为这个 表格样式 你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呢 它这个表格样式的 设定关键字 就是要标题列跟代状列 然后呢 并且取消首栏 取消首栏就是不打勾的意思 这两个要打勾 OK,那怎么做? 第三个是 设定标题列的 储存格 标题列 什么叫标题列? 就是最上面那一列 就对了 那个叫标题列 这储存格文字 除了阅别之外 其他就 靠右对旗 也就是 不要选到月别 这其他的 那个栏位名称要靠右对旗 再来就设定什么栏宽 三公分 D栏其实是这个月别 其他就平均分配 所以 A到D怎么做 那底下的话 我们分别做了一个 1 你要先 选到哪一个呢? 从影片2 所以我先把 从影片2先选到 所以点一下 1 OK 接下来的话 针对表格 所以特别是 你点了 同影片2 之后的话 请你再点这边 那表格怎么选取? 它有几种方法 要不你就把游标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要不就是你点一个框框这边一下 那我比较习惯是点那个框框 有点像是之前做任何那个文字方块都一样 点一下框框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请你点击 设计 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重要 选了这个表格之后 那因为它是表格 所以你点设计的话 也会对应到一个表格样式 因为它是表格 所以设计的话一定也会出现那个表格样式 他要我们做的那个表格样式 好像是什么? 中等生前 的第三个 好像是 中等样式3 好像是辐射3的辐射1 所以 就是这个 点击它 OK 那再来的话 它说什么? 要把那个 这边有写到 中等生前 样式3辐射1 OK 然后把什么 标题列 样式里面 需要包含这两个 取消这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你设定完之后 请各位看一下 表格样式的选项 也就是说哪些效果要 哪些效果不要 你会发现 预设 它好像标题列就已经打勾了 带状列也有打勾了 然后他说要取消什么? 取消首栏 所以首栏就这个 第一 月别 把打勾取消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就不见了 不过我是建议的 你们如果说对表格样式不太熟的话 可以试试看 你会想说标题列有跟没有差别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 点击上面效果就不见了 那带状列是什么? 打勾取消会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差别 带状列 也就是说 单跟双列 他用的样式不一样 当然相对的 如果以后你这个表格 我还建议你用带状列 相对的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因为如果 没有带状列 这样看起来好像跟没有带状列比 比的话 感觉好像阅读性稍微差一点点 OK 手栏什么? 手栏就第一栏 当然 顾名之一 莫栏 莫栏就这一栏 如果你打过的话 他这边会有效果 带状栏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就是变成这样 这样子 这样好像感觉怪怪的 不太好看 所以通常的话 就是这三个 其中看你需要强调的部分 你就再把它打勾 那什么叫合计列 一般合计列会在最下面 所以你会把这个合计列打勾 12月变合 除非说你最下面 有一个是1到12月的合计列 因为目前没有 所以这个 相对当然不要打勾 打勾就怪怪的 第12月 就是要合计的那一列 OK 所以特别注意 1先把这边改成这一个 中等深浅的样式三辅设议 然后把这两个打勾 这个取消就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 还要做什么 C跟D 他说 设定标题列的图存和文字 除了月别以外 电机产品这些 那你就怎么样 把它靠右对齐 怎么靠右对齐 几个方法 印象中在版面配置里面有 有没有 这边有靠右对齐 或者是说我习惯是从常用 常用里面也有 有没有 这边也有什么 靠右对齐 OK 找到之后把它点击就可以了 这样就靠右对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就尽量去熟悉它的功能 以后 不是只有PowerPoint 以后 弱的Excel 也是一样 我们其中考以后就Excel 所以以后 一样你要对Excel熟悉 因为现在企业里面用的 软体里面用最多 印象中应该Excel 应该是当之无愧 其次的话可能就PPT OK 所以 两个软体 最常用到 所以建议一定要熟练 否则的话 里面是 的时候 通常也会 经常被问到 你到底 这两个软体熟不熟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不过到位现在口试官 相对会对你质疑一下 你有没有办法证明让我知道 要不就拿作品让我看一下 要不你再拿证照让我看一下 OK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说你想要进一些 比较大的公司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相对应的 证照会比较有一点优势 再来的话 我们完成了 第 第3号 然后再来就是调整 第1栏的栏宽 3公分 其他做平均分配 怎么去选取 选取的方法 比较麻烦一点 你要点取1月之后的话 1月别之后 然后请你在上方 移到那个表格的上方 它会出现一个黑色箭头向下 这个表示说 你可以选取这一栏 点一下 这个是有吗 再一下 点一下 没办法选 点一下的话 基本上就选 或者这个方法 理论上 这样选 它就可以整栏选取 OK 整栏选取 不行 其他栏可以 我刚才是有做什么 什么动作吗 设计 其他栏 还是说它没有办法 不然我这样 这样感受一下 选这 这样子 如果你 理论上是 上面一个箭头向下选 是OK 如果没有办法 你就向下选 你可以 再来的话 做什么呢 把这一个的栏宽 变成三公分 栏宽怎么调整 记得 版面配置里面 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有一个选项 版面配置里面的宽度 这个的宽度是多少 预设这边好像4.48公分 把它调一下 把它输入3就可以了 OK 3公分 按个Enter 这样就3公分了 OK 另外的话 这个后面几个是平均分配的话 你就一样选这几个 然后再做什么 平均分配 上面会显示出来 选完之后 上方有个叫什么 平均分配 蓝宽 OK 那你就点选它 它们就会全部都长 一样宽 这样就OK了 这个功能其实在Word 在Excel里面都有 OK 所以不是说只有在PowerPoint 也是这样设定 其他地方也是雷同的 OK 不过我在Excel我常做一个动作 我都不按这个 我是习惯 直接在这个框线上点两下 只要任何选取的其中一个一条线点两下 这个动作 Excel OK 但是这边不知道OK 点两下 快点 这样有没有平均分配 好像没有 OK 所以这个动作好像在Excel OK 可是如果在PPT好像就不OK 你就用这个 平均分配蓝宽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个A到D的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三跟第四第五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主要就是说 你要看懂题目上面的要求 然后能够快速的找到对应的功能 并且把那个效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主要不是只有考证照 其实未来你们如果去 外面去面试 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为了要证明说你捡报能力是OK的 他也许会给你一个测验 那测验的话 有时候有时候也会类似 题目 就是 涨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题目的类型 就是 比如说给你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要你把那个结果给做出来 这样的话 要怎么做 我想还是要熟悉这个 这个PPT上面的所有功能的位置 将来如果即便你去 去应征工作的时候 他给你一些测验 你也可以很快的可以把它做出结果来 OK